瑞总 你们终于来了 等了你们好久了 诚哥也在 来来 快里面请 里面请 来 跟上 这边请 粉底太厚了 有吗 我看看 还真的呀 那我就不给你遮瑕了 我直接给你上低妆粉了 好吧 天哪 诚哥 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我知道 那你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年轻 已经非常帅了 不用再画了 不可以的哦 画完会更帅的 宝贝 来吧 干吗给我刮眉毛 本胖爷的眉毛很帅的好吗 是很帅 但是两边的高低不一样 你发现了吗 有吗 有的 用502号唇色打底 再涂303号唇色 这样显得自然有气死你 我能不能不画眼线 这看着太奇怪了 你确定吗 嗯嗯嗯 瑞哥 你过来看一下 我给老猫画了眼线以后 是不是更加精致了呢 你修画 来 太松了 你这样子没办法 小哥哥 给我多带点侧影 我脸盘子大 你的脸可不搭钱 真的吗 我第一次听别人这么说 就是肉有点多 老佩 你看我眼睛精致吗 老佩 老佩 真有 你个人 我 在那呢 我一直在想 你去看我 能不拍 你也吃了 你天会 你把它尝尝 没事 慢慢换 等等 二哥 战队服在哪儿呢 在沙发上呢 那更衣室呢 你就在这儿随便找个地方换吧 反正也没人看 那你要换吧 你要换的话我先出去 不急不急 再换一会儿 好 好 我们ZGDX不愧是电竞明星队啊 看我们成哥的错 小胖 你要不还是自己拍吧 你自己没有对比的话 绝对是胖子里的大帅哥 我谢谢你 这种话去年你已经说过一遍了 都几点了 差不多拍合照了吧 是啊 都几点了 我们的小姐姐怎么还没来 我们白色这些都拍完了 她该不会把自己画成五则天了吧 女人啊 就是磨蹭 当她们说要出门的时候 就意味着要洗头 梳头 吹头 搭配衣服 喷香水 选包包选鞋子 对 说得对 那我安排一下啊 诚哥 要不你去把她叫过来吧 我去 你真会安排啊 她怕你 你一露脸 她就屁滚尿流地滚过来了 好 来 小胖 来 继续 Tony老师 你看我眼影是不是还得再加一点 不用了 非常好了 我怎么感觉我的睫毛要掉了呢 真的已经非常好了姐妹 你放心吧 她不会掉的啊 一会他们该催你了 好吧 那我先去换战队服了 那你先换吧 谢谢 看来还是锦阳有经验啊 孩子 太阳都快下山 你快点 好 哥 你搞什么鬼啊 是蓬催了 哥 你怎么了 那死矮子呢 你先回去 怎么了 他在哪里面啊 在 干嘛呢 不知道 你先回去 他很快就回 那小孩非让我和他拍个双人照 所以我才是过来的 行 那你们快点啊 你刚刚在和谁说话 陆岳 穿好衣服就出来 别磨磨蹭蹭的 所以 您刚刚都看到了 又没瞎啊 那图案很小的 可是我看到了 我都说了进屋之前要先敲门 刚才陆岳也想直接进来 是我拦住他的 我说你呢 扯什么陆岳 你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我推开门看你这种状态 穿着这种衣服的概率 和我推开门看见你已经躺在地上 死掉的概率 基本我无开 但是 抱歉 下次我会先敲门 陆思诚居然会跟我道歉 你 你有病啊 干嘛突然一本正经跟我道歉 我以为你需要一个一本正经的道歉 我需要啊 放在古代 你这是要娶我的 别太过分了 不要蹲鼻子上脸 我坐了 你们终于来了 小姐姐 你脸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见过猴子的钉吗 你们在房间里干嘛 跑过来的不是赶时间吗 跑过来的为什么不会喘气呢 我腿长 好了好了别瞎聊了啊 眼眉正传 同样拍照 好 拍照了拍照了 走 那个双手抱臂 下额呢微微地上扬 目视前方 垂下眼 好 这样不会拍的脸很大吗 好 好 好